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生长的统一 这是一块非常非常小的冰图 对我来说推有着熟悉的味道 台湾人,我是中国人 他们是中国的,我就是中国人 台湾的大学生,我和同学们都希望台湾找了回归中国 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我收到一条影片 一名叫做胡凯伦,台湾出生的魔术师 却在迎合中共的口径与小粉红的胃口 在魔术会场上大喊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 还表演了台湾是斩猫被祖国收复的魔术 我们带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这条影片吧 每一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 那全部都归根于安全感,还有归属感 给我们这一切的,正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生长的土地 这是一块非常非常小的冰图 对我来说,推有着熟悉的味道 这个冰图只有一个凹槽 对上的只能是这个图案 而国家领土的完整,正是我们幸福的吉时 这个口径啊,包含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全部都是中共官方的口径 不要再跟我说是中华民国统一全大陆的意思 这个就不是中华民国的秋海棠 中华民国的秋海棠不是讲 中共国所谓的领土完整的那个版图 是不一样的 而且中共在2006年的官方文件说过了 中华民国不存在台风筋嘛 你在中共的领土上说领土完整 就是中共国五星期的意思啊 而胡凯伦啊,是1978年在台北市出生 在90年代的台湾各大节目出名 在2013年啊,跑去中国发展 然后为了取得更大的声量 就拿着台湾的护照 讲着中共国统治的大地 运运着你,你却喊着 要被中共统一 你别跟我继续硬嘴是中华民国统一大陆 你有本事这句话在魔术表演的时候 说清楚 嘿嘿,你们以为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秋海棠吗 不,一时生民族与统一中国啦 变一个魔术嘛 胡德夫是排文族跟卑南族的混血 早期胡德夫参加党外运动 为民主,为台湾的本土认同 与原住民群体发声 做出来的歌啊 也曾经在戒严时代被国民党列为禁歌 结果他在2023年开始跑去中共直属的央视 高喊 两岸一家亲,怎么要认主归宗 2024年还跑去中国各地 然后说要写一首 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辉煌的歌曲 因为他很骄傲嘛 要歌唱对祖国的日月星河 对祖国的统一渴望 真的是非常可悲啊 你有种是在原住民聚会的时候啊 就说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的高山族的排湾族 你一定不敢讲嘛,直播嘛 你们去跟小粉红拍这条影片啊 包你更红 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的,我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中国人 台湾就是中国的 姑娘,怎么回事? 我是台湾的大学生,我和同学们都希望台湾早能回归中国 可这群日本坏蛋 他不认识台湾不是中国的 告诉你们日本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人就是我们中国人 无谓言之不予言 你演反了吧 应该是中国人逼着台湾人说你是中国台湾人 然后日本人才是过来救我们的那个 或是美国才是过来救我们的那个 你演反了吧 最近还有一个很火的小粉红啊 在浙江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大战中国发展 大战祖国牛逼 说自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国家服务 结果呢,他被同学爆料 他申请去了美国加州读书进修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张图 他就是共青团的成员 坚信要说好中国故事 这是习近平强调的 中国人要把说好中国故事的任务 带去其他国家 所以他不是带着任务去美国当大外宣的 让美国人虽敬 要嘛就是跟习近平的女儿 还有华春云的女儿一样 嘴上爱中国身体在欧美 前几天美国开始遣返了第一批 100多名偷渡的中国人 政治庇护没有过 或是你被否定的政治庇护 那这个会经过一到三年不等的这个漫长等待 那后续还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请问我怎么没有看到中国遣返偷渡的美国人呢? 因为没有这个需求对吗? 中国发展整件事上都是台湾人跟西方政府造假 昨天跟一个小吵聊天啊 我们讲重点就好了 总之他跑来嗆我 中国比美国有钱发展更好 我无脑喊中台湾经济萧条 诸如此类的 我就问他那你有投资什么吗? 他说有虚拟货币啊 0050啊 少额的美基金啊 那他的家人啊有买美股美债 那我就问那你怎么不买中国 A股跟中国国债呢? 圣上最近可是大推中国国债呢 结果他说 确实现在中国啊有点困难 但不出五年马上会追上美国 我回答 通常我们投资的对象 都是我们看好它未来的前景发展 所以你投资的虚拟货币嘛 既然你承认中国经济现在有困难 但是你又认同 五年内必追上美国 那现在绝对是中国的最低点啊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卖出所有美国的投资止损 趁着中国的最低点入场 五年内你会变大富翁哦 然后我就派他封锁了 不明其妙 最近网易上还传出什么呢? 也写出了一篇报道说 有一个上海财政局的员工啊 跟他爆料 上海政府在今年陆续跟上海各地 大大小小的观光寺庙借钱 金额高达100亿人民币 为了今年上半年的财报好看 给身上看 给GDP看 给中国有面子 给小朋友打鸡血 毕竟连上海如果都开出赤字 那还得了啊 即便没有开出赤字 但是这个银鱼也只有一点点那也很难看 因为上海是作为外商 目前来说还是占最多数的 如果他都这么惨的话 那其他地方还得了 我们可以从报表中发现啊 基本上只有上海有财政银鱼 可以支援其他省份 但总体来说啊 全中国是负债 钱还完利息之后 好多工部门都降薪减薪 这一两年啊 中国不仅房地产三龙头 破产或是爆雷 恒大、碧归月、还有这个 宗旨系 现在 原中国的建筑集团啊 直属单位是中共国务院的 国企他都欠薪了 有员工表示他两个多月没拿到薪水了 也有网友说啊 我是中国铁路15局 半年我没有发薪水了 还有网友补充我是中铁二局 我也是差不多 中交一工局 五个月没发工资给我了 上班几年了 第一次遇到拖件工资的 看来咱们建筑行业的寒冬到了 也有网友补充啊 他是中铁三局的员工 已经被欠薪两个多月了 甚至两年没有年终 住房公积金26个月没有缴纳了 那住房公积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共强迫你买房的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从你的薪水扣一点 那政府不会补贴一点给你 有点类似健保的概念啊 但你要是你在这个城市买房 不好意思 你前面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全部没收 那他们单位不让他缴五险一斤的那一斤 代表什么呢 我政府已经没有钱补贴给你了 这以后有机会再说啊 根据我昨天影片后半段的讲述 中共现在用政策逼迫农民 抛售宅基地补贴5万人民币 去大城市买滞销的房屋 细节大家可以回去看我昨天那条 后半段的影片讲解 这里就不赘述啦 今天还有一名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员工跳S了 但从言论来看啊 跳S的原因是什么呢 遇到大将心裁员与查税 这些我们单独影片都有讲过 大概率就是房贷还不上断供 所以压力太大 S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啊 他的大股东是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后面是中共的国企 而中共官方在7月1号发文表示啊 要求各大工部门跟党务机关要习惯过近日子 这里大家要看懂两个提点 第一个就是 穷了 确实没有以前有钱了 所以我们要过近日子 那第二个提点是什么呢 要习惯 这是最重要的 重中之重 因为我们也说不好 经济什么时候会好转 我也不敢说 现在这个过近日子是不是暂时了 所以呢 我要求大家要习惯 大家如果看中共官方的文件啊 真的一字一句都要去了解他的意思 因为哪怕一字一句都藏着他们想要透露的猫腻 不要弄民主国家的思维去看 再强调一次 说回到前面提到的 上海政府到底有没有跟各大寺庙借款 当然啦 上海政府马上出来辟谣说是造假 我们财政是非常健康的啊 怎么可能跟寺庙借呢 但是我们从上海的消费降级 跟外商撤资 还有百货公司外面商场的地摊 逛的人数竟然比百货公司内部的人多 当然啦 我们这边就是撇除掉个别的周年庆啊 就是一般平日或是一般假日啊 各种穷鬼套餐出台 而下面中国网友也在叫上海政府 这个来自四川的网友说 票的原因是只借了99亿 但是你爆料说是100亿嘛 所以你造谣 然后还有一个来自湖南的网友说 对啊可能是101亿 没有错吧 只要不是整数的100亿 都是谣言 无风不起啦 没有这100亿 但是10亿就说不定啦 其实严格说起来啊 你们不该辟谣 你们更应该发一篇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 毕竟在中国各大宗教团体里面 都必须要有党支部 那我共产党跟自己的小弟如来佛 拿点钱借点钱 我还会还他不为过吧 全部都是共产主义 有区别吗 对吧 你这样辟谣不就很好吗 这总比你以前说是个李文亮造谣 说上海没封城 结果这两个都双双打脸 来得好吧 之前啊国民党立委举例 中国也有听政调查 对吧 奇怪我怎么不见中国人大去听政调查 尤其是对六四的听政调查 李克强支持去听政调查一下 这个苏州小粉狼乱S人去听政调查一下 大家还记得前几个月 有台湾的学生跟西藏的学生 在抗议中国代表来自这个美国大学演讲嘛 然后被美国校方给带走 而最近啊 美国准备启动听政调查权 来调查来传问这个学校 为什么要把台湾跟西藏的学生带走 所以人家的听政调查原来是用这种地方 跟我们现在的好像不太一样 中国人大去查一下上海政府跟这个寺庙 是不是有造假 王毅造谣欸 造谣上海政府你们去告他 你们不告那就是你们造谣啦 从今年上半年来说 中国的A股平均落在2900多点 同比去年还差哦 去年上半年你平均同比还有3000多 我们来看中共在7月1号发表了 中国银行准备进入第一级交易市场 宣布完后当天国债马上暴跌 哎 那个封锁我的小嫂 记得趁低点去买呢 现在很低点赶快去买呢 最好是去住他们常常因为会暴雨 而同步泄洪的城市 让你感受一下台湾没有的体验 跟你说啦 我家就住在立屋西口啦 每次气象预报若有大雨或是台风将至 都会提前三到五天蟹 不然我家也会被淹 跟中国一样 所以你说到底是雨的问题呢 还是中共为了保那个发电量 为了保那个灌溉费 赚那个钱祸害民间呢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一定要帮我封锁 我是吧 大家再见